大家好,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人事白天渲染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制作流程 渲染,着重强调的几大关系 第一点是环境和设计主体的关系 环境是主体的背景,统一中有变化 主体在明度、色彩关系上和环境有适当的反差 二,体面的关系 在图面中能看到有大面应该有明确硬朗的亮度对比 合适的冷暖对比 面分的干脆硬朗 第三点,在材质关系上 主体上面的材质和材质之间应该有清晰的明度反差 在有反差的同时呢,确保大面的整体性 四,在空间关系上 近时远虚,近处强对比,远处弱对比 远近的冷暖过度 我们看渲染氛围下面的三个环节 首先第一点环节呢,就是过一遍材质 那么每一个材质都需要过一次 首先,检查模型是否有问题 二,清理材质关系 三,整个场景的材质配色是否协调 四,材质的质感设置 五,重点部分是否强调 那么第二点环节呢 与设计和客户要求匹配的参考图 也就是说我们要向客户来索要参考的效果 那么首先呢,参考图的画面的色调 这个画面色调呢,就决定了整张图面的环境光 二,灯光的参考 我们在参考图中参考画面的阳光的色彩和亮度 三,参考材质的表现,质感和色彩 那么在参考图中呢,我们可以找到类似于我们图面当中的相近的材质 以表达材质的质感和色彩关系 四,参考画面的气氛和效果 那么第四点呢,也就是说参考 参考图中的整个场景的布置气氛 第三个环节到最后的渲染环节了 那么具体怎么样渲染 首先,找到和参考图类似的天空 放入MAX当中作为视图背景 我们找到的这张参考图的天空色调 可以作为我们渲染的MAX的天空背景 二,用天空的基本颜色作为MAX的环境光 渲染没有主光的效果 那么进一步呢,构思主光的方向、强度和色彩 三,参考图中主要的色彩和强度打上主光 在过程中呢,强调方向 也就是说我们在打主光的同时呢 要注意主光的强度和颜色 并且注意它的方向和高度 再确保主体关系良好和渲染参考基本一致 也就是说我们在渲染打光的时候 要把这个体面关系分开 第四,完善质感设定 补充点缀灯加上场景 直到渲染完成 那么最后一步呢 我们就是在场景当中需要去补一些光 来进行进一步的深入 再加上我们场景中所需要的场景 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首先主体和环境 建筑本身的体面关系是最重要的 第二点是材质关系 第三,材质的质感 第四,也就是说重点是否强调 那么今天我们就用一个弓箭的案例 来介绍一下渲染的流程 那么在做人事白天效果之前呢 我们来先分析一些参考图 我们来看这些白天的效果 大家看在建筑上面 有哪些变化 首先在木墙玻璃的这个建筑上面呢 它有产生高光 而且白天的情况下 它的体面关系是比较明确的 在光照比较好的情况下 它的体面关系是比较明确的 整个场景来讲的话 这一块建筑是比较突出的表现的部分 而金井呢 有比较深的颜色在前方 把它这个整个的画面色彩压住了 所以说我们的视觉中心就会集中到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也是白天的一个效果 那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整个的这个环境光 也就是可以参考它天空的颜色 那么主光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建筑上面 瘦光面的这个颜色 而建筑的这个体面关系呢 也就是主光呢 可以把它明确的去分开 好 大家看 这个也是白天的一个效果 那么在这个建筑上面呢 它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推运变化 也就是说它有部分的这个高光 是出现在建筑的上方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种有反射的建筑材质的时候 那么一般它的这个高光呢 都会出现在高层建筑的中上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阳光的高度来决定的 我们也可以判断出这个时段 好 大家看这是一张效果图 我们来看在效果图的表达上 也是跟我们实际的场景 环境是一样的 首先这张图的这个光感呢 表现得非常好 把建筑的体面感完全都去分开了 建筑十分硬朗的挺拔 并且建筑上的这个退运的变化 比较明显 那么底下的商业的氛围 也表达的比较到位 整张图的这个光感比较强 大家看前方它还是用这个比较深的颜色 也就是说影子把这个地面呢压住了 大家设想一下如果前方的这个路面都非常亮的话 那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视觉的一个中心 并且前方摆放的这些车辆 也都没有太跳跃的颜色 那么我们前期的工作呢 也就是找到一张参考图 来对我们下一步的工作进行准备 好我们打开一个场景 首先呢我们来按住键盘的outer键 来配合鼠标的中键 来旋转一下场景 来看一下这个场景 重点表现的是哪一部分 并且建筑的类型是什么 我们看如果我们跟客户确定了 他要表达的建筑 也就是这一部分是我们重点要表现的 那么这栋高层建筑和旁边的这个活动中心 那么整个的这个广场的部分 是我们要重点表现的部分 那么在前几节课我们学习了 怎样创建摄像机的角度 怎样构图 那么我们就先来在场景当中布置相机 在顶视图当中 我们看这个区域是我们重点要表现的部分 所以说我们在创建面板中 创建一展目标相机 在什么方向上去看 可以把这两个部分全部包含在画面当中 还有就是我们在相机的试图当中 要体现建筑和道路的关系 那么我们在先在这个位置上来确定一展相机 那么相机的焦距 我们在这里呢 改成28毫米 因为这一种形式的焦距呢 是可以体现比较强的透视关系 在确定好了相机的位置和方向以后 我们在过滤器当中把过滤器改成相机 这样不会移动到我们场景中其他的物体 那么我们将相机和目标点一起选中 在前视图当中呢 将它的高度来提高 那么既然是人事白天的效果呢 我们就把相机抬到人事的一个高度 在工具栏当中的移动工具上点击右键 在Y桌上呢提高1.7米 也就是说相机和目标点被一起抬高了 好之后呢 我们将这个视图切换到相机视图 按键盘的C键 Shift F呢 可以显示我的渲染框 大家看 现在我的一个渲染框呢 是一个竖像的构图 也就是说我最外面的这个黄框的位置呢 是渲染的范围 但是大家看 我当我把相机抬高了之后 我的这个建筑并没有完全看全 因为建筑是比较高层的这个建筑 那么现在我们就需要将 现在我们需要将这个 相机的目标点继续进行抬高 我们切换到前视图 选中相机的目标点 那么在歪着上进行一个高度的提升 那么这个高度呢 我们当我们在相机 左边的相机视图里看到 可以露出天空之后呢 我们可以暂时确定到这个位置 在抬高了目标点之后 我们发现整张图的透视变化非常大 所以说我们为了修正这个相机的角度呢 我们选中相机 在右键 添加一个相机校正 好 现在这个相机就被纠正过来了 我们切换回这个相机视图来看一下 我们主要表现的这个构图呢 主体的部分 也就是这个高层的建筑呢 刚好是在我们的这个 基本上是在黄金分割处 然后右方的这个商业综合体呢 也有部分呢收敛进来了 而它整个的这个建筑和道路的关系 也都出来了 所以说我们暂时呢 可以确定好这个人事的角度 好 还有就是说 我们在确定角度的时候 要在空间上去想象一下 要把上下左右的这个空间留够 因为我们在不止后期的时候 要将它的这个配景完善 那么如果我们的构图太满 或者是太空旷的话 都不利于我们后期不止场景 好那么相机创解完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去检查一下 模型是否有问题 那么如果模型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那么人事白天渲染 我们首先呢 是找到一张参考图 例如我们参考这一张图的效果 那么我们首先参考什么呢 可以参考它的一个整个的环境光 那么环境光的参考取决于哪里呢 取决于天空的色调的倾向 所以说我们在 打开场景之后呢 可以先来确定它的环境光 那么环境光在哪里添加呢 在渲染菜单的环境里面 这个环境菜单 那么环境的快捷键是8键 我们也可以通过点击8来弹出环境的窗口 好 我们看这个环境面板的一个基本参数 首先我们看背景的颜色 在末日的情况下 背景的颜色是黑色 我们在渲染的时候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在开启 渲染器当中的环境光的时候 那么它的这个背景的颜色呢 是黑色 也就是场景的当中是完全没有光照的 我们先把渲染器呢 切换成微锐的渲染器 地方我们宣的小一些 然后在这个微锐的面板当中呢 我们把图像采样抗锯尺的类型呢 改成固定的类型 然后不开抗锯尺 这样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很快的一张图像 好 这个地方就是微锐的环境光 那么如果我们在没有开启 微锐环境光的情况下呢 我们的这个整个环境的影响 是受这个 这个背景的一个颜色的影响 好 我们再来看 间接照明 把Gi打开 发光贴图呢 我们设置成 -5 -4 这样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快的猜数 我们在这个Gi当中呢 把二次反弹改成灯光 反冲 好 现在呢 我来渲染一下 大家看 现在已经渲染完毕了 但是场景中 基本上什么都看不到 就是因为 我们在没有开启 微锐的环境光的时候 那么整个的这个 环境呢 是受我们背景的 这个颜色影响 所以说 我们只有 设置我们的这个 背景的颜色 才会看到 整个场景的这个亮度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 渲染的菜单当中 来找到环境 好 当我把这个 背景的颜色 进行修改 我改成一个 偏蓝的颜色 我们再渲染测试一下 好 大家看 现在是我们把背景的颜色 修改了之后呢 整个环境的这个 场景就变亮了 那么整个的环境光 是受我们的这个颜色 来影响的 那么这种单一的 环境光 对环境进行影响 并不能达到 我们所理想的效果 那么我们就需要 在后边的这个 环境贴图里面呢 去添加一张 背景天空 来模拟我们的环境光 好 那么我们看 怎么样来添加 环境 贴图 我们首先将这个 使用贴图 勾选上 然后在 那这个地方呢 去添加一张 位图 那么这个 位图图像呢 我们选择一个 什么样的天空呢 我们来看 这种上下 有渐变 而且底下是 深色的一个 背景天空 我们来查看 这张贴图 我们为什么选择 这样的天空呢 因为我们在 这个做 真实效果的时候 上方有明显的 退云变化 那么所有的 场景上面的建筑 也都会受到 这个环境光的 这个影响 那么下方呢 是这个 也就是说 地面的 这个深色的 这个部分 我们将这个 这个部分 刚好对到 地平线 和这个 上方建筑的 这个部分 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 再打开 参考图 我们来参考一下 这张参考图的 环境 那么我们一个 比较快捷的 方式是什么呢 在做一张 白天效果的时候 我们找到一张 参考图 我们首先来参考 它的天空的色调 那么整个的天空 就会决定我们 画面当中的 环境 那么我们就 找到一张 跟这张 参考图 比较相近的 背景天空 好 我们选择 这张天空来 打开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将这个 环境贴图呢 拖拽到 材质球上面 当松开 鼠标的时候 它会弹出 一个窗口 问我是否 关联 也就是说 我们选择 上方的这个 实例 关联 OK 好 那么这张 环境贴图 就显示出来了 当我们显示了 环境贴图之后呢 它并没有在我们的 相机视图的背景当中 出现 那么如果我们想 显示这张 背景贴图的话 我们 我们找到键盘当中的 outer 加B键 好 弹出了 显示 背景的一个窗口 那么我们把这个 使用环境 背景 勾选上 再显示 背景 确定 好 大家看 现在呢 它就刚好在我的这个 相机这个视图当中出现了 那我们看怎么样 去调整 它的一个位置 当我们 F3 来切换的时候 我们就看不到 这个 背景天空了 只有实体显示的时候 才可以看到这个 背景天空 那么2012的这个版本呢 是只有实体显示的时候 才显示 这个背景天 那么我们 查看这张贴图 如果我想更改这个 它的上下位置的时候 我可以通过这个水平和垂直方向的这个位移呢 来进行 输入数值来进行移动 那么也可以在下方的这个 查看视图当中呢 对它进行一个裁剪 也可以对它进行移动 那么我们首先把前方的应用勾上 好 再来调整它的一个位置 好 我们看 其实我们点进来之后呢 这个位置基本上是对得齐的 好 我们就用 这样的一个 背景天空 作为它的环境反射 好 当我们添加过背景之后呢 我们再来渲染一下 在渲染之前呢 我想把我整个的场景当中的材质呢 进行一个覆盖 我打开 渲染器 在微锐的面板当中呢 我打开微锐的全局设置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是覆盖材质 我用一个标准的材质球呢 去覆盖 拖拽到这个地方 进行一个关联 好 选择OK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进行一次渲染 好 大家看我这个贴图的位置出现了一些问题 可能是显示的这个原因 那么我们将这个 还要将这个背景天的这个位置呢 进行一个调节 也就是说将我们这个深色的部分呢 刚好对到这个低平线的这个位置 大家看 当我这个贴图上方的这个位置 已经受到这个背景环境的影响了 那么下方的这个位置呢 也是受下面深色的这个影响 当我把材质覆盖了之后呢 看得要更明显一些 现在呢 我把这张贴图呢 进行了一个截取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现在这张贴图的位置呢 就已经对好了 那么我们看这张背景天空 做作为我们整张图的这个环境光 好 那么环境光添加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在这个场景当中创建一盏主光 那么在这个右边的创建面板里面 我们找到创建灯光 选择的类型呢 我们选择标准灯光 标准灯光的里面呢 我们通常用作主光的是这个目标平行光 我们在场景当中创建一盏主光 我们想象一下 在相机所看到的这个位置上面 我们想要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建筑的体面关系分开 那么也就是说我的这个阳光要跟相机成一定的夹角 如果想象一下 我的灯光是从这个方向过来 那么也就是顺着相机的方向 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两个建筑的两个面呢 这两个面呢 会没有体面关系 完全处于受光面当中 也就是说它没有受光面和背光面 那么如果我的主光呢 是对着相机的方向呢 那么我们相机前面看到的这两个面呢 都处于阴影当中 所以说这样也分不开这个体面关系 那么我们的灯光就只有从两个大的方向可以考虑 一个是从这边打过来 那么一个是从它的这个下方的位置打过来 好 我们先来这个地方 下方来创建一盏灯光 好 创建好了这个灯光的位置之后呢 我们在前视图当中 将灯光的高度抬高 我们知道 太阳的白天的高度呢 一般是在这个70到90之间 就是说日照比较强的一个时段 好 我们放到这样的大概的一个高度 好 然后呢 这个灯光我们看一下它的参数面板 我们选择到灯光进入右方的修改面板 首先呢 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参数面板 我们看这个呢 是灯光的开关 当我们把这个勾呢 勾掉以后 这个灯的颜色将变成黑色 也就是说这个灯将不发挥作用 我们把这个勾勾上 然后也是它有一个目标点 阴影 这个灯光呢 我们记住一定要把阴影打开 阴影打开之后 在阴影的类型当中 我们选择微锐阴影 好 接下来是它的倍增和颜色的一个面板 我们看它的倍增现在默认是1.0 那么我们一般在这个做主光的时候 可以先用默认的这个灯光强度的参数呢 来测试一下 那么后方的颜色呢 我们是一定要去修改的 那么默认是白色 我们把这个主光的颜色呢 调的稍微偏暖一些 好 然后我们再到下方来 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灯光的一个 聚光区和它的一个衰减区 我们看下方的这个 是它整个的一个 灯光的照射的范围 好 我们把这个数值呢 拉大 好 然后 中间呢 我们选择的是这个 比较 数值比较小的一个光圈 那么中间这个区域呢 就是说它的一个聚光区 那么从聚光区到最外圈之间呢 是它的一个衰减的区域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这盏主光呢 它可以有这个衰减的范围 好 我们在这个 视图的左上角的top视图当中呢 可以点击右键 点击右键 我们找到灯光 那么这个我们常见当中的这个灯光呢 是目标平行光01 好 这个我们就进入了这个灯光的视图 好 那么在右下角的区域呢 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光圈来控制它的一个衰减的范围 那么当然还有旋转和平移 我们看中间的这块区域 中间的这个光圈呢 我们可以用上方的这个来控制 平移 平移 好 那也就是说整个场景的这个灯光的聚光区呢 在这个范围内 或者说如果我们重点表现这一栋建筑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中间的这个聚光区呢 范围还是可以再缩小一些 好 然后在这里呢 可以把灯光的高度进行一个调节 包括旋转 好 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个测试 好 大家看 这就是我们在场景当中打了煮光的一个效果 那么在建筑的体面感上来说呢 它已经把建筑的这个体面关系呢 完全分开了 也就是说它有受光面和背光的这个区域 好 那么我们这个覆盖材质了之后呢 就很容易能看得出 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体面关系要更明显一些 那么下一步骤呢 我们就会对这个材质来进行进一步的调节